地面进攻 激烈消风 地下隧道斗智斗勇 武装推土机进去 我们就是要把地道口给埋了 从空中武器到地面特种部队 以军无所不用其极 迫使哈马斯武装人员 对前途丧失信心 放弃抗议 对于地道里面的人员来说 是噩梦瑶的存在 凤凰聚焦 解密袈裟地道正在播出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以色列对加沙展开了 本轮冲突以来最猛烈的空袭 和小规模的地面突战 不过一旦以色列真正对加沙 展开全面地面战 那么决定最终胜负的 可能不是以色列擅长的 这些精良武器和战术 而是古老的地道战 加沙地面之下 据说总共有1300多条地道 长度达到了500多公里 最深处在地面之下70米 这些地道是哈马斯的护身栖息地 而被抓的多国人质 也关押在这里 在这些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地道里 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10月29日 以军继续增大对加沙地面攻势 以方称对哈马斯第二阶段战争已经开始 哈马斯回忆已准备好全力对他 在这场不对称战斗中 地道被认为是哈马斯的重要依靠 此前有分析称 以军推迟全面地面进攻 就是在为对付加沙地道做充足的准备 哈马斯找了一个就是让以色列的高科技 你没有用武之地 就是我就用最原始的东西来对付你 以军在10月29日声称开始第二阶段作战的当天 发布了一段精心制作的关于哈马斯地道的视频 告诉哈马斯你的地道系统我已经都掌握了 那么我现在也有办法来对付 实际上他的目的这是一个心理战宣传战 是想迫使哈马斯武装人员对前途丧失信心 放弃抵抗意志 25日26日 连续两天 以色列都对加沙发起了小规模地面袭击 第一次地面攻势时 以方被怀疑是在封地道 我们在加沙地道的各种尺寸和各种类型的尺寸 我们每天每天都在封地道和各种尺寸 因为当时小规模突击进去是两辆武装推土机 还有一辆坦克 进去之后被哈马斯伏击了 伏击了以色列士士兵是一死三伤 那么为什么武装推土机进去呢 武装推土机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要把地道口给埋了 起源于冷兵器时代的地道 为何被拥有现代化武器的以色列军视作威胁 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曾这样描述加沙 想象这片长约41公里 宽近10公里的狭长飞地是一个平行世界 地层以上是平民生活区 地层以下则是哈马斯错综复杂的地道网络 此次一名被哈马斯释放的人质 就被藏在加沙的地道里 他在这里生活了17天 但是这个错综复杂的地道网的全貌究竟是什么样子 即便是以色列强大的摩萨德也没有准确的信息 以色列地下战争专家巴拉克博士称 地道还将抵消以军在技术和情报方面的优势 放大巷战的难度 并对以色列军队构成致命威胁 美国报道说以色列情报机构跟美国共享的情报 这次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为什么以色列事先没有任何情报呢 所以是哈马斯在地道里边装了有线电话 就所有这次的行动的事先的策划 两年之前就开始了 但是都是通过地道里边用有线电话来联络 跟地面上没有任何联络 所以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没有掌握任何信息 如果你要是完全摧毁这些地道 你不试试地面占领 逐阶段的去检查 那是办不到的 像以色列人发火箭也好 搞地道出击也好 哈马斯的存在的也是比较密集 以色列的军队毫不应用会进入这个地区 会摧毁所有的地道 这个摧毁的面积会非常大 由于很多地道上面是老百姓的住宅 所以这些住宅也难保 局面会很悲惨 此次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突袭之后 面对以色列频频发出地面攻击的威胁 哈马斯高调发布视频 展示了自己的土制武器结合地道的使用 哈马斯武装人员携火箭从地道中钻出 然后瞄准地面上由模型组成的乙军装甲纵队 一顿狂轰滥炸 随即步兵发起冲锋 迅速跑到坦克上方开盖并俘虏乙军装甲车 最后带着俘虏的乙军装甲车退回地道 我们是地面是在跟进作战 地下还在跟进作战 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实现立体机动 而这时候我的人又从隧道里面进入到他的背后 从乙军的背后发进行 这种情况是巷战之中乙军最希望避免的情况 10月24日哈马斯在地道里 首次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轰炸以色列 英国媒体中东之眼称 有人透露以色列正计划 在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突击队的帮助下 向哈马斯的地道注入大量神经毒气或化学武器 作为其向袈裟发动突袭的一部分 以色列没有找到好的帮助 美国在越南的时候搞过 把毒气瓦斯给注到地道里 但是后来这种现在在国际法上都是明令禁止的 我认为一旦是在地面的哈马斯方面的武装抵抗减弱以后 他马上就要针对哈马斯的地道系统 采取燃爆弹方式或者封毒方式 这两种方式来进行处置了 运用已经在阿富汗伊拉克等战场上 证明非常有效的美军使用的叫做BLU-82燃爆弹 如果是发现了地道的口朝里投掷或者发射 单纯摧毁哈马斯的地道 以色列并不是没有武器 在空中 以色列拥有多种精确制导型的钻地炸弹和钻地导弹 钻地弹又称深清澈炸弹 专门为了对付地下掩体而生 如美制GBU-28保时路三型钻地弹 内部可装填300多公斤的高爆炸药 那么这种钻地弹它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整个弹体啊 它是带装甲的 它的材料非常硬 而且呢 它打到地面上之后 它不会马上爆炸 钻的炸弹击中地面之后呢 它通常是在一毫秒之内爆炸 直接炸开一个大弹坑 但是钻地弹不是这样的 钻地弹是直接钻到地下去之后 在300毫秒之后 那才会发生爆炸 那这样子可以钻多深呢 它可以钻透6米厚的钢金属净土的结构 或者是30米的图层 那么这个呢 对于地道里面的人员来说 是噩梦一样的存在 化学武器和重磅炸弹 都将让以色列面临人道主义压力 以色列否认会使用毒气 现在有消息称 以色列有了新型秘密武器 海绵炸弹 海绵炸弹的原理就是 两种原料 化学原料 这个进行中和以后 会迅速产生泡沫 然后形成这个乳胶 就是分段阻隔 它这个地道内的这个通风 这样的话呢 使里面的人呢 产生呼吸困难 有报道称 乙军在以色列南部沙漠里 模拟建造了一个绰号为 迷你加沙的训练场 在这里 乙军已经提前试验了海绵炸弹 这种炸弹需要由地面士兵 将其安放在地道的出入口 是可以用这个手段进行破拆的 破拆呢 也就是说人工破拆和这个电动工具的破拆 现在这个加沙地带完全停电 那么电动工具破拆 这个基本是做不到了 2011年 哈马斯利用士兵沙利特 依人换取以色列关押的1027名囚犯 抓捕沙利特 就是通过地道突袭 2014年大规模巴以冲突 最初就是哈马斯通过地道冲入以色列 对以军前哨基地成功发起袭击 这两件事都给以色列狠狠上了一课 现在誓言消灭哈马斯的以色列 显然是在准备一套 能够充分应对哈马斯地道战的措施 他们用摇杆技术 机器人 无人机 地震监测法等各种方法来侦查地道 10月27日晚 以色列军队轰炸了加沙地带北部地区的 150个地道 地下作战空间和地下基础设施等地下目标 袭击中没有以军人员上网 哈马斯则称 以色列的进攻是失败的且损失惨重 我们看这个内塔尼亚胡他这个讲话 他提到每一个街道 每一座房子 也就是说 这回是以色列要在加沙搞这个青角 是拉网式 像这个闭着闭头发一样 要把他闭一遍 有专家预测 与哈马斯的战争 不会在以色列空军持续发动攻击的空中 决出胜负 而是会在地下深处一绝高下 八亿冲突升级后 关于哈马斯地道的报道层出不穷 加沙地下究竟有多少条地道 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 但据估算 地道有1300多条 这个地道分两种 有民用的和军用的 所以民用的话 它是通到埃及的 通过拉法考案到埃及 搞走私 所谓军用的 它也是通往埃及 同时在加沙纵深 非常复杂 总长度加级了500公里 超过世界上很多大城市的地铁 深度也得达到几十米深 从功能上划分 哈马斯地道分为 后勤形和攻击形 后勤形主要分布在 加沙南部与埃及交界的地区 维系着哈马斯的运转 和加沙百姓的生活 攻击形主要分布在 加沙北部和东部 与以色列接壤的地带 加沙南部与埃及交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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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马斯它能够具备有反击的能力 和它在地下有武器的生产能力 储存能力是有很大关系的 现在它这个战斗地道里 应该是主要就是说 包括要有指挥机构 要有弹药库 要有火箭弹的它这个制造场所 原料堆放场所 甚至要有设计师 恐怕哈马斯自己内部整肃 它的内部监狱也在这些地道里 设施也在慢慢地完善 它这个会有通风设施 会有照明设施 会有电缆 甚至WiFi的网线都能接进去 使它保持信息的畅通 多年的经营 数百公里的地下隧道 与哈马斯武装的埋伏点 反坦克导弹阵地狙击手据点 武器库和地下兵营相连 形成了复杂多层次的综合防御系统 地道有几层 有多种说法 有媒体称 地道一般在地下三到四十米 最深可达七十米 地道的最下面一层 是指挥控制中心 部分哈马斯高层 可能藏匿其中 面对多年敌人的经营成果 以色列也数次试图摧毁他们 2021年八亿冲突期间 以军声称通过空袭摧毁了超过100公里哈马斯地道 除此以外 2021年完工的加沙边境墙从陆地一直延伸到海里 耗资达11亿美元 全长64公里 配备探测地下振动的传感器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用来切断加沙对外的地道 他的这个边界护栏挖得很深 目的是为了让哈马斯在底下挖地道的时候遇到阻碍 过不去 但是以色列方面他万万没想到 哈马斯的地道能挖到三十米深 可是他那个桩子并没有三十米深 这也就是形成了这一次 哈马斯为什么他的地道还能够挖过边界 然后呢帮助这个哈马斯的突击部队 达成了他的战役战术目标 而且呢地道发挥作用 但是总态势上是哈马斯是多点突破 甚至是多点同时突破 他很厉害 他应该现在是全球可能地道最密集的地方 就是地道深的有七十多米 从隔离墙下边挖过去能不罕见 上一次以色列有一次是一次摧毁了三十四条地道 其中有十六条就是挖过隔离墙 挖到以色列进来 加沙地道大规模修建 始于2007年 以色列对加沙的全面封锁 这一年哈马斯接管加沙 以色列从海陆空试图限制加沙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被围困的加沙一下子变得孤立无援 求生欲望极强 在海陆空试围团的人们开始一点点用手刨开了通往埃及的地道 它是一个商业的市场运营的产业 就哈马斯要挖地道 哈马斯不是自己故人去挖 哈马斯是签河囤 有律师把他把河囤签了 交给下边的公司去挖 现在据报道就是 加沙地区平时就是有一只900人的 一只那个力量 就是每天在挖地道 挖一个比较大的地道 挖一条需要900人挖三个月 就耗资是10万美元 据称在2014年已军发现的30多条哈马斯地道的部署形态结构等 与朝鲜在朝韩非军事区修建的多条地道相似 另一种说法是 朝鲜曾将修建地下地道的技术交给了黎巴嫩真主打 后者又将其传授给哈马斯 肯定是在施工过程中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 因为加沙地带它是沙制土壤 而且有大量的从地中海来的渗水 它只能靠自己的钢筋混凝土来维持通道的兼顾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它要考虑到可能里面会发水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给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渗水问题 那可能这个隧道根本就不能工作 不仅有技术支持 哈马斯的资金来源也不少 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说 伊朗一年给1亿美元 然后有卡塔尔的 卡塔尔最近就是每个月拿旅行箱里面 装现金来给发工资 据说卡塔尔一个月是1000多万美元 然后就是在加沙地区有联合国的救助机构 其他国际救助机构 加沙地区的比如医院 学校 这些很多都是国际救援机构开的 另外哈马斯通过进口收税 它也能收一些钱 海湾一些老财 康慨原住 黎巴嫩珍珠党的原住 埃及部兄会的原住 这些原住在地道还存在的情况下 在地道没有被完全切死的情况下 是可以一麻袋一麻袋 现金往里扛的 离工般的地道成为加沙人民的生命线 琐碎如柴米油盐酱醋茶 吃穿用度都从这里流转 除了生存和物欲 这些地道还承载了加沙人对自由梦想和爱情的追求 不少出外求学或看病的加沙人 甘愿给地道经营者付几百美元 从地道摸黑颠簸走出去 一位加沙小伙子经地道出国参加选秀节目 还有人通过地道把俄罗斯的新娘娶回了加沙 甚至加沙一家动物园里的二十来只动物 也是麻醉后从埃及经地道偷运而来 这个事能养活多少人 至少能解决四到五万人的就业问题 因为加沙人口年轻 好多都是年轻人 小伙子 没工作干 没事干 那哈马斯说来来来我给你找个事干 找个事干 你又有经济收入 是吧 我哈马斯还可以对你进行思想教育 向你灌输我哈马斯的意识形态 这些事不都做了吗 你像是运营这个地道的 主要是哈马斯运营 他也说我也想为老百姓做事 你张家你缺盐了 那好 你说我想要订购几箱盐 我这记下了 你先把钱收了 然后李家说我要两袋面粉 那好我记下了 同时哈马斯也在地下的更深处 经营着自己的地下军事武装 这正是让以色列寝食难安的部分 以军指责哈马斯挪用了向加沙提供的数百万美元援助资金 且还挪用了用于重建在以往战争中被毁坏房屋的数万吨水泥 奥斯陆协议签计签计以来 特别是2007年哈马斯掌管加沙以后 联合国对加沙地带的援助也一直没有中断 援助过程中很多就是集中在修复恢复重建加沙的基础设施 但是他需要建筑材料 包括水泥 包括玻璃 包括钢筋 这就给哈马斯巨大的工作空间了 所以你看他的楼有时候建的 很长时间都建不好 有的时候材料老不够 你一查他账户还很清白 哈马斯一分钱都没从中拿 你也不给人家哈马斯 但是哈马斯慢慢地道就搞起来了 2013年7月 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下台 多重压力之下 埃及对哈马斯政府的态度从轻到反 埃及不再对加沙的走私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们轰炸这些地道入口 还往地道里灌海水污水 埃及是用修了一条用河 从海上修了一条长15公里的用河 把海水引进来 用海水住到地道里边 把地道基本上全给毁了 以色列也好 特别是美国都会向埃及方面施加一下压力 要求埃及来封闭这些地道 加沙与埃及的地道给它炸了 给它封了 所以塞西政府确实在封堵地道方面 采取了一些大量的措施 做法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还是比较满意的 事实证明 哈马斯倔强的地道系统 在多年的军事冲突中仍在不断壮大 10月26日 乙军表示 已经对此前因哈马斯突袭受损的边境墙展开修复 清除爆炸装置 并安装新的监控系统 近日乙军还袭击了加沙多个医院 并发布了关押哈马斯武装人员的审讯视频 指责哈马斯在医院地下建立指挥中心 把医院作为保护自己的人盾 该视频并未得到哈马斯的承认 外界也无从判断其真实性 10月29日 以色列国防军加强空袭 并在加沙北部进行平推 努力控制整个进攻境队 有消息称 时隔14年 这里再次插上了以色列国旗 乙军决绝的战斗作风之下 地道之下 人质的安危更是令人揪心 哈马斯再次提出以人质换球 被乙方断然拒绝 特拉维夫 人质家属质疑乙军 究竟有什么计划 防长加兰特回应 对哈马斯的军事压力才更有可能赢得亲人的释法 第二阶段战争打响之后 内坦尼亚胡称 之后的战事可能漫长而艰难 以色列表示对哈马斯第二阶段的作战已经开始 扩大的地面攻势正在造成越来越多的伤亡 平民生存更为堪忧 联大紧急特别会议在上周五高票通过决议 呼吁立即实现巴以持久的人道主义休战 哈马斯表示欢迎 但以色列坚决反对 并说这是人类至暗的一天 以色列铁了心要对加沙实施全面的地面战 但一旦开打 怕可能就是二战以来人类最激烈的巷战 惨烈 无需赘言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 凤凰聚焦 我是陈琳 再会